简安山目前正在进行优化火化炉具空污设备的工程 而为了提升整体的环境 山公所也获得代表会支持 把位于火葬场内的骨灰坛绽放式重新整建 13号上午也举行的庄严的开光安神仪式 山长游淑珍希望可以给家属和往生者 一个宁静安心的殡葬环境 慈云山火葬场骨灰坛绽放式 是大体火化之后在家属还没有到火化厂 领取骨灰坛时暂时安置的空间 过去是一个老旧昏暗的地方 经过这次工程把内部重新本刷 室内柜位还有神明都重新规划设计 不仅把原有南无阿弥陀佛神像重新上色整理 还新增了一尊地藏王菩萨 让整体空间更加的明亮神圣 优化建设提升 简安相公所的服务这是责物旁贷的 在我们身后的所有的礼仪 我们尊重任何一个宗教的信仰 在我们执葬区所有的执葬过程里面 我们也开启了非常适性的体贴的一个 这样的服务 那今天呢我们在火化厂 来安坐了一尊地藏王菩萨 我们相信在火化雨化呈现之后 骨灰的战志士跟这里的一个温馨 是给了乡亲得到一份心灵上 甚至于保佑的这样的一个安心的建构 所以我们希望带来在我们疫情的守护时期 也能够坚守建设跟适性心灵 这样的一个多层面的服务 简安相公所选择了良辰即日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参与开光安神仪式 乡长游淑珍强调 防疫期间建设不中断 整个慈喻山淮恩园区全面进行设备改善 要让往生者有更庄严的殡葬环境 也让家属在更温馨周延的殡葬服务过程中 可以抚平内心的伤痛 这里会捐香报导